大家好 欢迎来到幸福新语 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故事是 我妈出意外死亡后 婆婆竟提出要嫁给继父 查清我妈死亡真相 我这样做让他们吓傻求饶 我在菜市场买了大虾、扇贝、螃蟹 还有各种熟食 又准备了些石令水果 到家一番煎炒烹炸 看着茶几上摆放的鲜花 餐桌上摆放的美食 自觉我这个儿媳妇做得还算到位 是因为婆婆说家里要来客人 一直备受婆婆宠爱的我自然不能显得抠抠锁锁 婆婆看我准备的东西也很满意 问她来的人是谁 她说保密 没想到婆婆越老越调皮 还和我卖起了关子 她不说 我也猜得到 她的生活圈子那么小 除了跳广长舞的几个朋友 还能有谁? 有人摁门铃 老公跑出去开门 紧跟着她进来一个男人 婆婆热切地给我们介绍 这是你张宽叔叔 听到这个名字感觉是那么的熟悉 正在倒水地我颤抖着转过身来 对上了一双鹰眼 是她 真的是她 化成灰我也会认得她 名叫张宽的男人也认出了我 她的眼神在我的注视下闪开了 婆婆没有看到我们之间的暗流涌动 她的眼睛一直盯着张宽 那是一个女人看向自己所喜欢男人的眼神 婆婆这些日子一直在跳广长舞 回到家里谈论最多的就是步伐 还有东家长和西家短的事情 怎么从来没有听她说起有这样一个男人 是我大意了 总以为婆婆结交的都是姐妹 忘记了跳广长舞的也有老头 我不反对婆婆找男人 但是如果是她 那绝对不行 即使我和婆婆的关系再好 她也不行 但是我的事情也不能让她知道 所以现在不能露出任何的马脚来 让张宽主动离开婆婆 并且不把我从前的事揭露出来 是我现在要做的事情 想到此我笑了笑 对张宽说道 叔 不知道我妈今天带您来 我也没准备酒 我这就出去给您买瓶好酒 然后在婆婆愕然的眼神中拉着老公鱼伟出了门 鱼伟 看出来没有 妈这是要给咱找后爸 妈为人善良老实 咱可得给她把好官 不能让她被骗 让你死去老爸一辈子攒下的产业被人骗了 到时候咱们还不得喝西北风去 我说妈今天早晨描眉化眼 原来是为了老男人 我爸刚走一年多 他就找老伴 也不琢磨琢磨我心里难受不 鱼伟和他妈亲 但是心里上估计也难接受婆婆这么早找老伴 我可不管鱼伟难受不难受 只要他和我一条心就行 鱼伟 一会回去后 如果你妈和张宽提起结婚的事情 你扮黑脸 我扮红脸 怎么说我也是儿媳妇 不好和她撕破脸 媳妇 都听你的 你说这日子过得好好的 她整着一出 给人添堵 买了酒 往回走的路上 我的手机突然响了 我拿出来一看 是一条短信息 望着上面的文字 我的头脑一阵发空 她居然猜到我要做什么 提前警告我了 回到家里 婆婆和张宽已经坐在餐桌前 而张宽似笑非笑望着我 我觉得她的笑容里藏着很多的深意 虞伟已经开始表示她的不满 全程黑着脸 我的脚在桌下被踢了一下 抬头看到张宽对我弄嘴 还做了一个发狠的表情 婆婆没有管虞伟的态度 她站起身来 端起酒杯说道 向晚 虞伟 你爸已经走了一年多了 本来我没有结婚的打算 但缘分 这是谁也说不准 我碰到了张宽 这半年来 她对我特别好 总能逗我开心 我想过了 人生不过百年 不想在后面的日子死气沉沉度过 有她陪伴也好 所以我想和她结婚 在一起生活 虞伟摔了筷子 妈 我不同意 小婉也不同意 她示意我也说几句 我站起身来说道 妈 张叔 老年人再婚也是普遍现象 我们是通情达理的 你们什么时候办婚礼 我和小伟送一份大礼给你们 是准备再买一套房子还是和我们住一起 虞伟转头看我 她想不到刚才还怂恿她反对这门婚事的我 怎么会变了一副嘴脸 望着她难以置信的表情 我轻轻拍了拍她的手 示意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中 向晚 我和你妈商量好了 准备结婚后和你们住在一起 你们有了孩子 她还能替你们看 你看即使和我结婚 她也会照顾你们 还能由我搭把手 你们并不是少了一个妈 而是多了一个爱你们的人 张宽笑咪咪看向我 谢谢张叔 晚上虞伟问我为什么突然答应婆婆和张宽的婚事的时候 我哄她说 是因为我想到了更好的办法 虞伟这个人心思简单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所以骗她一点也不难 她搂着我说 老婆 我妈要嫁人 我现在只有你了 你可不能离开我 我用自己的身体安慰了她难受的心 并且告诉她我会去调查张宽的为人 让婆婆知难而退 鱼尾沉沉睡去 我却辗转难眠 如何阻止张宽进入这个家 并且还要让婆婆自己提出来 这确实是一个天大的难题 都说老年人的恋爱像是老房子着火 婆婆如今春心荡漾 再加上张宽的甜言蜜语 让我愁得牙疼 第二天晚上下班的时候 我溜达到了公园 看见张宽搂着婆婆跳四步 不得不说两人的配合天衣无缝 赢得了阵阵掌声 婆婆娇羞地靠在张宽的肩膀上 就是一幅美好的夕阳红画面 如果这个人不是张宽 我会为婆婆祝福的 皱着眉头看了一会 我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 对 打蛇打七寸 我要想一个双管齐下的主意 赶走它 半个月后 婆婆的精神明显不济 去跳广场舞的次数也少了很多 我明知故问 问她怎么了 她想了好一会才说 张宽和我说要分手 问她什么原因也不说 还说让我来问你 向晚你和张叔有什么过节吗 如果你们真有 妈可以放弃她 这个老狐狸还挺会倒打一耙 妈 我和张叔好好的 从来都不认识 怎么这么问 婆婆突然激动起来 拿出一张照片摔在我面前 那是张宽和漂亮女子的合影 这是什么 你把这张照片让鱼尾塞到我的兜里 我去质问她的时候 她就说我们分手吧 守着你 我们俩也倒不了一块 她说 你心思深沉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愕然 没想到婆婆无精打采居然是演戏 张宽这个人诚服太深了 居然让婆婆配合她演戏 我请假跟踪了张宽几天 就是想找出她的错出来 结果发现她和这个女人走得很亲近 拍了照片后让鱼尾塞到了婆婆的包里 想让婆婆和张宽产生嫌隙 看来这招行不通了 我拍了一下头 妈 我承认我不对 这张照片是朋友无意中拍下给我的 我也是关心你 咱们对张书不知根不知底的 她和这个女人怎么回事你不问问清楚 到来则问我 婆婆道 我已经问了 她说是她以前谈的女朋友 前几天求她办事 她帮了人家 人家表示感谢 甚至还想陪她一夜 她说有了我 不会办那种龌龊事 她还让我和那个女的见了面 什么都说清了 向晚 无论你和鱼尾同不同意 我和张宽这个婚结定了 我叫苦不迭 没想到偷鸡不成十八米 太大意了 虽然不知道那个女人是什么来路 但是知道肯定和张宽是一伙的 现在由于张宽的狡辩 反而激起了婆婆的逆反心理 只能不停认错 先安抚好婆婆的情绪再说 婆婆态度强硬 但是还是顾及了于家人的脸面 把婚礼的日期定在了次年的五一 想想还有将近半年的时间 我心里稍稍宽松了些 向晚 越阳楼302房间一面 有事找你 我看到短信的号码觉得陌生 便问对方是谁 对方回复了一句话 不记得那三个小混混了吗? 我吓得魂飞魄散 知道无论这个人是谁 我都必须去 那个困扰我一生的噩梦 本以为会销声匿迹 没想到会再一次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这将是一个重磅消息 把我的生活炸得七零八落 越阳楼302房 我忐忑不安等在房间里 等待着命运的审判 走进来的果然是张宽 他邪逆着眼 看了我一眼 又叫了几个特色菜 还有一壶老酒 闺女 别来无恙 咱们爷俩在于家演了这么久的戏 都没有好好坐在一起说过话 来 一起喝一杯 谁是你闺女 别套近乎了 我呵斥着这个魔鬼 张宽到了一杯酒 自顾自说话 你不喝酒也行 求你办件事 让你婆婆把婚礼提前 时间太急不行 她准备不充分 婚礼酒席也搞不定 就定在两个月后吧 张宽 你还真是狗改不了吃食 哪个女人碰到你 不死也得扒层皮 让你和我婆婆早日结婚 你疯了 我做不了她的主 我也不喜欢她嫁给你 那这个可不可以让你催催她呀 张宽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扔到了桌上 拿起那张照片我心肝剧烈 颤抖着手一点点撕碎 你怎么会有这张照片 你到底想干什么 张宽的手点在桌子上 想当年我对你妈和你也算不错 怎么和我说话又吼又叫的 好歹我也当过你的继父 一点礼貌都没有 继父 呵呵 恶魔还差不多 如果不是你 我怎么会被那三个人 我捂住脸 再也没有力气往下说 看着面前这个人的脸 我恨不得抓下她的眼 啃掉她的肉 女人嘛 总有那一场 他们还让你提前了解了男女之事 后来 你不是也没告吗 收了人家一大笔钱 我再也忍不住 站起身来 拿起酒瓶就向她的脑袋上砸去 你不是人 你不是人 但是女人的力气到底抗不过男人 张宽把我的胳膊拧在背后 吏声喝道 别敬酒不吃吃法酒 要不是你婆婆现在掌握着你们家资产 我真想把你睡了 当年就是让你跑了 才便宜了那三个小兔崽子 告诉你 照片撕了 我那里还有的是 回家就去给你婆婆提 让我们早日结婚 我对她是真心的 否则这些照片不仅仅会到你婆婆的手里 还会在你的朋友和同事家疯传 你苦心经营的好形象就彻底坍塌了 我回家了 你把账结了 张宽扬长而去 扔下我手着这一堆盛菜盛饭 欲哭无泪 看到还剩半瓶酒 我拿起酒瓶咕咚灌了一大口 脑袋瞬间迷糊起来 我不愿回忆的过去在我面前一点点展现 12岁那年 我爸因病去世 我妈苦苦煎熬了三年后 觉得还是找一个男人与她共同分担生活的苦 有人介绍了张宽 刚开始结婚的时候 张宽对我和我妈是特别好 我妈头脑一热就把家里还有五万元存折的事告诉了她 张宽知道后 软磨硬泡让我妈给她投资做生意 我妈觉得她这个人不错 就给她拿了 谁知道她把钱全都输掉了 再后来 我们才知道 张宽一直就是赌徒 但是每次没钱了 她就会老老实实干一阵子活 手里有了钱就找没人给她介绍老婆 对方如果有钱就把钱骗过来输掉 没钱的时候再把女人当作赌资输掉 我妈想要和她离婚 她哭着跪在地上 说这是最后一次 以后没有人会要她了 她会对我们母女好 这之后 她的表现确实不错 每个月都交家里一笔钱 还给我买粉裙子和学习用品 可以说十六岁的上半年 是我自从我爸离世后过得最高兴的半年 张宽挣了钱全都交给我妈 回到家和我妈有说有笑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家的样子 我和我妈都忘记了张宽拿我们钱去赌的事实 甚至觉得是人都会犯错 只要她能改了就好 直到我十六岁生日过完 真正的厄运开始了 我的生日是在八月十八 张宽给我买了一个大大的蛋糕 还给我妈买了一身衣服 我们三口吃过晚饭后 本想出门散步 我妈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是她一个小姐妹打来的 说家里孩子病了 让我妈和她一起去医院 张宽说谁都有为难的时候 让我妈赶紧去 散步去不成了 我和张宽就在客厅看电视 刚刚吃完生日蛋糕 我心里满满都是她的好 还给她倒了一杯水 我把水端到她面前的时候 她的眼睛突然变得血红 呼吸急促地看着我 我感觉到了不对劲 往后退着 她一把搂住我 说向晚我喜欢你 我惊叫着打掉她的手 惊慌失措向外面跑去 黑夜里我不知道跑了多久 也不知道跑到了哪里 只觉得四周寂静无声 吓得又赶紧往回跑 经过一个小巷的时候 被三个混混拦住了 那是屈辱的一夜 三个混混夺去了我的一切 我认出了他们是谁 可是我不敢报警 我已经被吓傻了 甚至都忘了和我妈说张宽想要侵犯我的事情 因为是张宽找到了我 并把我带回了家 我妈只有初中文化 她觉得这是一件丢人的事情 如果被别人知道 我以后别想做人了 所以她和张宽一起去了这三个混混家 让他们每个人家赔了五万元了事 可是没有想到啊 张宽偷了所有的钱逃跑了 包括她当初挣的给我妈的钱 我妈信任她 存折自己拿着 只是告诉了她密码 钱都被张宽拿走不久 我妈疯了 在一个雨夜掉进深水井死了 我成了孤儿 幸好我学习还不错 学校里的老师帮助我 把我无父无母的照片发表在了一家刊物上 有一个自称梅儿的人把我资助到了大学毕业 大学毕业后 在租房的时候碰到了老实可靠的于伟 还有善良的婆婆 于伟已经三十岁了 还没有媳妇 婆婆看她对我有意 便撮合了我们 婆婆家有一栋三层小洋楼 一层二层用来出租 生活不愁 我以为自己的生活从此会掀开新的篇章 与过去再无瓜葛 可是婆婆的没开二度怎么就偏偏遇到了张宽 刚才那张照片是三个混混一起欺无我的样子 照片里的看不清三个混混的模样 但是角度却把我凌乱的脸抓了个正着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我被三个混混欺无的时候 张宽很快就出现 说明她一直在跟踪我 那么她为什么不救我 莫不是当年的我已经被吓傻了 从来没有想过这其中的缘由 后来更不愿意去回想当天的事情 今天看到这张照片 陈锋的记忆里涌起许多疑点 我打了一个冷战 不行 我一定要弄清这其中的来龙去脉 既为自己 也为婆婆 可是我也不能让婆婆知道这张照片和以前发生的事情 如果让她们知道 我怕她们承受不住 尤其于伟会不会和我选择离婚 于伟当初就是看中了我的清纯 我想了很久 后来做了修复树材和她走到一起的 我的心胶着不安 不知道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到底要不要劝婆婆和张宽早日结婚 只觉得面前有一张巨大的黑网 看不清路该怎么走 电话低零零响了起来 看到来电显示的人名 我像是遇到了救星班 对 只有她能帮我 晚上 婆婆挽着张宽的胳膊回来了 看到我准备好的饭菜 她愣了一下 妈 前段时间是我和于伟不懂事 总觉得爸走的时间不长 您这么快 心里上有些接受不了 现在我们也想开了 人走了 谁也不可能守一辈子 您年龄大了 高兴一天是一天 妈 张叔叔 我和于伟敬你们一杯 我和于伟举着杯 婆婆喜上眉梢 张宽也举起了杯 装模作样说了一句 你们都是好孩子 心情能理解 以后咱们一家人好好过 我在心里哼了一声 张宽 别高兴得太早 我和婆婆说 既然和张宽情投意合 就早日结婚 我希望她幸福 饭桌上 我们都很高兴 张宽走后 婆婆突然把我拉到卧室 她说 向晚 和你说句实话 张宽虽然对我不错 可我总觉得 她好像挺神秘的 问她从前的事 她从来不说 向晚 你说她会不会骗我 妈 你这是得了婚前恐惧症 张宽叔叔人挺好的 那好吧 不过怎么也得过了你爸的周年再说 那就过了九月初六再说 我算了算 到九月初六 还有三个月 时间足够了 于是答应了婆婆 每日里婆婆和张宽初双入队 俨然成了我们这片的风景 婆婆对张宽也是真好 给她买新衣服 新鞋子 和她一起去外面旅游 而张宽的甜言蜜语 每天都能把婆婆哄得开怀大笑 如果不是知道张宽的过去 我恐怕也会沉浸在这样的场景中 庆幸婆婆找到了一个好老伴 不久后的半个月 于伟突然对婆婆说道 妈 听说你们跳广场舞中间来了一个富老太 住在芙蓉园 婆婆的脸瞬间垮了下来 张宽则给她夹了一块排骨 老婆子生什么气 以后我不和她跳了行吗? 张宽走后 我问道 妈 怎么回事? 婆婆告诉我 跳广场舞的圈子里确实来了一位富婆 舞跳得好 人长得俊 还请大家去芙蓉园的别墅做客 要知道芙蓉园的别墅可是五百万一套 而且那个富婆特别喜欢拉着张宽跳舞 两人的配合程度可以用株莲闭合形容 更让婆婆疑心地使张宽和那个富婆好像认识 问张宽她又不承认 妈 你别瞎想 张叔不是那样的人 你这是爱得太入戏 来个女人就觉得有人要抢走她 婆婆欲言又止 我没给她说话的机会 让她自己去琢磨吧 女人吗? 总是喜欢胡思乱想 我要做的是让于伟再给天把柴火 这个富婆出现得真是吉时 妈 我在华明路看到她和那个叫柳枝的在说话 不知道是约好的还是偶遇 我无终生有说道 婆婆的脸又拉成了驴脸 别和我说她 一个星期了就来家里吃一顿饭 说她有个朋友过来了 我看她就是被富婆迷了眼 妈 两个人要互相信任 张叔人不错 不然明天你去她的出租屋看看 是不是她碰到了什么为难的事情 婆婆没有言语 我则发了一条短信 明天按计划行事 第二天吃过早饭 婆婆拎着个小包 就出门 说出去买菜 我顺嘴告诉她给我买些棋子烧饼回来 因为我知道卖棋子烧饼的就在芙蓉园附近 到了十点钟左右 婆婆给我打过电话来 向晚 你请假回家 我有事情和你们说 我赶回家的时候 于伟也在 客厅里婆婆脸色铁青 拿出她一纸宝贝的铁箱子 将里面的房产证还有三本存折给了我们 向晚 于伟 妈认人不输 以后谁也不想再给我介绍老伴 我也不会再找 一个个都是骗子 这钱这房产证都给你们 省得有人惦记 妈 这到底是怎么了? 婆婆的眼泪如同掘笛般涌了下来 在她断断续续地哭诉着我听清了原委 她去张宽的出租屋找她 张宽不在 鬼使神差地不知道怎么就走到了芙蓉园 婆婆说进去找那个富婆柳枝 因为保安见过她 就让她直接进去了 她在柳枝的小花园里 居然看到张宽和那个富婆在她家的花园里亲嘴 婆婆没脸弄 只是气得跑了回来 分手 立刻和她分手 妈 我早就看她不是好人 吃着碗里的 蘸着锅里的 与尾气的口不择言 妈 离得那么远 也许是误会呢 张宽叔不是那样的人 我则充分发挥着绿茶的本色 婆婆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宋秀啊 和你说件事 我想出趟远门 大概是半年左右 老家出了些事情 咱们的婚事得往后推了 婆婆终于不再恋爱恼了 此刻的她恢复了往日的冷静 张宽 你回老家 我也正好回去 见见你家里人 那边的张宽连连拒绝 婆婆再也不忍了 破口大骂 张宽 别以为我没看到 今天你和那个柳枝亲的还真紧 还有前几次 你和她雨夜漫步 还给她买小馄饨 张宽我和你完了 以后别再来找我 婆婆把电话开了免提 我听到电话里传来张宽的声音 哎 既然你知道了 我也不瞒你 我赌钱输了一大笔 问你要 你说没有 柳枝愿意给我添上这笔窟窿 而且 你那个儿媳妇看我不顺眼 我和你守着她也成不了 我们俩之间的过节你要是想听 付我一笔费用 我也可以讲给你听 我的心呼地掉了起来 这个张宽好好地扯我做什么 幸好婆婆已经气得冒烟了 我已经看清你的真面目 又来造谣声势 你说什么我也不会听的 你根本就没安好心 婆婆啪的一声挂断电话 我拍了拍胸口 幸好 幸好 婆婆的心思都放在了她的欺骗上 没有继续深究她和我的事情 我只需静待好消息即可 半个月后 我再如意宣见了柳枝 面前的女人穿得雍容华贵 脸上湿着淡淡的妆 端起面前的茶盏 清浊了一口茶 你是梅姨吗? 她摇摇头 我不是 她说过她永远不会和你见面 也不会再和那个人见面 我是她的手下 我曾经在那种特殊场所工作 得了脏病 是她出钱给我治病 救了我 我们是生死之次的挚友 她让我来走一趟 我点点头 问她张宽怎么样了 她轻蔑一笑 拿出一段视频 视频里张宽只穿着一条短裤被捆在一根柱子上 旁边有人在威胁她 让她务必筹出五十万元钱来还钱 否则砍断她的手和脚 还要毒哑她 梅姨到底是什么人? 她怎么有这么大的能量? 告诉你也无妨 因为我们要出国了 还有你母亲的死和你为什么被那三个人欺侮 梅姨都已经查清 柳芝告诉我 梅姨曾经是张宽的第一任妻子 我不由地瞪大了眼 柳芝不理会我的惊讶 自顾自地说下去 张宽年轻时是个赌徒 后来赌输了眼 把梅姨输给了一个赌友 梅姨当时正怀着孕 因为别人的欺侮 孩子掉了 她不敢再和这个人生活在一起 逃到了外地 没有一技之长的她进入了一家娱乐场所 后来攒了一些钱 自己开始出来做生意 挣得了第一桶金 有一年 她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了助学的消息 看到了我的照片 就资助了我 但是当我给她写信说出自己的遭遇时 她才知道资助的居然是前夫再婚家庭里的小孩 再后来 她经过了解也知道了张宽在我生日当天欺侮我的整个来龙去脉 母亲的小姐妹很早就和张宽勾搭在一起 当张宽提出让她帮助时 她选择了欺骗我和我妈 张宽当时输了一大笔钱 早就答应赌徒要拿我抵债 她对我动手动脚 就是逼迫我逃跑 然后让三个混混得逞 事后就是她不停怂恿我妈让那三个混混拿钱 后来她偷钱逃跑 只是把钱又还给了人家 顺便又赌了几把而已 而我妈在疯了后也没有逃过她的魔爪 我妈是在和她偶遇后疯狂追着她打 被她推到了下水道里 梅姨知道这些后只是对我多了些心疼 但是并没有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我 她觉得我是真的苦 而且这些事情在那些手下打张宽的时候 梅姨已经让他们又问了一次 张宽已经亲口承认 我捂着胸口 如果不是碰到梅姨 如果不是有她帮我 我和婆婆还有余伟 恐怕又要遭到张宽的毒手了 柳芝继续说道 梅姨接到你的求救电话时 就决定让我来解决她 梅姨知道她这个人贪财好色 梅姨说 她和你妈已经都被她把生活糟蹋了 不想让你再重蹈她们的覆辙 这些年她是把你当成女儿来堂的 所以她不会让任何人来破坏你的生活 尤其张宽 我真没有想到 自己的背后会有梅姨这样一个女人 如果不是她我会被张宽捏得死死的 难道说这一切都是冥冥中自有定数? 柳芝告诉我 接到我的电话后 梅姨就派她来这里和张宽接触 酒精欢敞的她 拿捏男人还是有一套的 张宽很快就陷进了她的温柔香 再加上婆婆比较保守 一直不让张宽近身 而她很快就和张宽上了床 有一个有钱又漂亮的富婆主动投怀送抱 张宽自然是选择柳芝 然后柳芝就带着她去了一个大城市的地下赌场 无论她怎么输 柳芝都为她买单 只是在最后一场大赌注的时候 柳芝悄悄溜走了 谁也不知道 赌场老板和梅姨是怎么样的关系 柳芝也说不清楚 然后就有了张宽被绑 被调戏 被追着问过去事情的来龙去脉 而梅姨也验证了所有的一切 柳芝说赌场老板是个意气中人 听了张宽的所作所为后 很是气愤 对她痛打了好几顿 她现在怎么样了? 柳芝又翻到下一个视频 视频里张宽披着一张破麻袋 走在大马路上 嘴里念念词 我没输 我还能赌 她疯了 不仅如此 她也活不了多久了 为什么? 柳芝拿出一份鉴定书 是她的体检报告 上面写着她得了艾滋病 我并不是故意要害她 这份鉴定书前天刚出来 是我前阵子谭的一个男人传染给我的 我一直当感冒痣 只能说是她不幸 或是天要亡她 柳芝苦笑 我不知道这个女人遭遇了怎样的不幸 面对这样的事情居然没有一丝波澜 所以她不会再来给你找什么麻烦了 向晚 你的过去不会再有任何人知道 好好和于伟一家过日子吧 我和你没移的一辈子就这样了 希望你能过得比我们好 回到家里 于伟正在洗衣服 婆婆熬好了汤 让我赶紧洗手一会准备吃饭 坐在桌前 看着婆婆和于伟说话 我突然觉得恍如隔世一般 从今以后 再没有张宽 再没有任何的不幸会来光临我 柳芝临走的时候还给了我五十万 说是没意给我的 让我留作私房钱 人生有许多的变数 手中有些应急的钱总是好的 但愿不会有太多的变数吧 虽然我欺骗了于伟 那件事一直没有和她提过 也为了满足她想取一个纯洁女人的愿望 做了修复术 但是今后我会用一生来弥补她 希望老天能够原谅我这个善意的谎言 为了儿子守寡十八年 伺候儿媳坐月子时 儿子的一番话让我决定再婚 都说儿孙自有儿孙福 莫为儿女做牛马 人人都知道的一句老话 但现在的父母 大多数都是一辈子忙忙碌碌 不间歇地为儿女操心着 有的儿女会感恩父母的付出 可有的儿女却会觉得理所应当 更荒唐的是 现在有不少儿女在用得到父母的时候就把父母当至亲 而用不到的时候 有些子女就会和父母成为陌生人一样 没了所谓的亲情和孝顺 让不少父母很心寒 52岁的何阿姨最近就被独生儿子伤透了心 为了儿子守寡十八年 去年去伺候儿媳坐月子时 儿子的一番话却让他心寒至深 决定找个男人再婚 再也不管儿子了 以下是来自和阿姨口述编写 从来没想过 辛苦养育二十来年的儿子 最后却成为了别人家的儿子 我叫何翠菊 今年52岁 刚退休一年半 同时我也一名守寡十八年的单亲妈妈 我22岁嫁给铜工厂的丈夫 四年生夏儿子 那几年里 我们一家三口过得很幸福 但是这幸福很短暂 儿子九岁时 丈夫却因病去世了 丈夫走后 我压力山大 因为我们刚贷款买房四年 月月要供房 儿子又是城市户口 学费一大堆 而住在小叔子家的公婆 也不管我们 甚至还提出 我可以改嫁 但我得放弃儿子的抚养权 并且房子和车子都得留给他们 当时 娘嫁父母也好 还是一些好朋友也罢 纷纷叫我什么都不要 还是趁着年纪不算老 再找个男人结婚比较好 丈夫走后一年多 被生活压力压得喘不过气的我 也想过抛弃儿子 放下一切财产去再婚 可得知儿子跟着公婆在小叔子家 根本住得不好 公婆也区别对待 对小叔子家的孩子很好 儿子那会儿 听到公婆劝我抛弃 她去改嫁 就哭着不让我走 看着儿子那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模样 我真的于心不忍 辛苦生养那么多年 我真做不到无情和冷血 所以 为了儿子 我选择了守寡 一个人养育儿子长大 虽然说儿子九岁过后 就没有过父爱了 但我却从来没有让他缺失过母爱 儿子从小到大 我没亏待过他 只要他想要 我都会尽力满足 儿子也算是懂事和出息 学习上一直很优秀 成功考上了九八五大学 又读了研究生 毕业后更是留在省城工作 虽然不是什么铁饭碗的工作 但也比很多同龄人要优秀了 最主要的是儿子还找了个省城的女友 长得很漂亮 家庭条件也不错 儿子的工作也是对方父母帮忙安排的 看到这一切 让我很是欣慰和高兴 更是让我在很多亲戚朋友面前 好好长了一回脸 觉得辛苦这么多年 都是值得的 但是 前年儿子谈婚事实 却让我有点为难了 原本我是想着在县城买套房子给儿子结婚的 然后儿媳也在这边养胎生娃 当时我也还有几个月就退休了 退休下来就可以帮忙伺候儿媳和孩子 这就是我在儿子结婚前 早就计划好的 而我手里也只有三十来万的存款 只买得起我们县城的房子 可儿子硬要在省城买房 我劝说了很多 儿子却说那边定居 对他工作和对儿媳对亲家都好 因为儿媳是独生子女 亲家就在省城边上 为了能照顾儿媳的父母 儿子还是觉得在省城买房比较好 我深知一个孩子的不容易 所以也迁就着儿子儿媳 但是儿子在省城看中的房子 实在太贵了 首付就要三十八万 另外装修少点也要二十万 而儿媳那边又要八点八万的彩礼 这一结婚就要付出近六十多万 对于一个三四县小城的我来说 真的拿不出 我拿出所有积蓄 共三十二万左右给儿子 让他想想办法 比如房子别买太贵的 或者装修不要奢侈 更或者叫儿媳不要收彩礼 毕竟以后都是他们两个人过日子的 能省则省 儿子却不肯 硬要买看中的房子 而他们两个年轻人又越月光 除了办婚宴的费用 能负担以外 其他都还是要我这个做母亲付出 可我哪里来钱啊? 找公婆 可公婆都八十多岁了 难好意思叫他们给钱 找娘家人 更是让我说不出口 儿子看我到迟迟凑不够钱 就叫我住的房子给卖了 等到他买了房子 再接我过去住 那时候我这房子估值 大概在六十多万左右 正好可以一次性解决所有支付 并且还能留点钱给儿子买车 不过 我没有同意儿子的请求 都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的老窝 我都一把年纪了 怎么可以卖掉这最后的归宿之地 但儿子结婚也很重要 没办法 我只好拉下脸 跟十多个亲戚借了近十来万 然后又卖掉了楼下的车库 才凑够买房子和装修款 而房子的事解决了 彩礼钱却又不够了 我跟儿媳商量 这彩礼要不就算了 实在要的话 我们就分期给 我每个月给她三千 三年付清 结果儿媳却一点也不思量人 硬说要一次性 儿子也说我没有分期给的 这很丢脸 于是就叫我再去跟亲戚朋友借点 但买房子钱 已经借了一圈了 能借的都已经借了 这后面还能找谁借 这件事 我们僵持了快一个月 原本我打算卖掉一些金银首饰和车子 凑钱给彩礼的 就在这时候 儿媳突然查出怀孕三个月多了 为了能顺利办婚事 儿媳也没又要什么彩礼 就赶紧领了证了 我以为这件事算过去了 但是儿子结婚后就变了个人不怎么和我联系了 儿媳怀孕六个月的时候 就停了工作 回娘家养胎了 我当时刚好退休 就想着叫儿媳回来这边 我来伺候她 儿媳偏不 而且还不让我关心 每次我想视频看看儿媳的状况 儿媳都不情不愿 没说几句就挂了 儿子也差不多 好像我做了对不起他的事 或者我拖累他了一样 变得和我很陌生 电话都没几个 每次都是我主动打过去的 婚后这好几个节日 都没回来过 每次一放假就去亲家那边 不回来也就算了 还没点什么表示 这让我很是失望和落寞 去年八月 儿媳生了 还生了个大胖孙子 很遗憾的是 作为奶奶的我 却没能在医院门口等着孙子出生 而这迎接孙子出生的机会 全都给了亲家 更辛酸的是 我还是从亲家朋友圈得知孙子出生的 当时看到亲家晒孙子出生的朋友圈 我眼泪都掉下来了 我不知道是看见孙子感动的 还是因为没有在场而失望落泪的 后来也是我主动电话给亲家 问及孙子和儿媳情况的 如果我不主动 我也不知道儿子儿媳会什么时候告诉我 不过 我也没有去计较什么 自我安慰 也许儿子忙 疏忽了 可是 儿媳坐月子快两周了 儿子都没叫我过去帮忙 我是想见孙子 想疯了 自己主动去了儿子家 去到儿子家才发现 我的到来其实是多余的 我到了儿子小区门口 才打电话给儿子 我来了 而儿子第一句话 不是问我到哪了 而是说我怎么来了 这话真的让我心头一扎 有点不是滋味 我都来了 自然是不好意思让我走的 于是我就在儿子家住下 帮着亲家两夫妻一起伺候儿媳孙子 但说是帮忙 其实我来了后 就成了他们一家子的免费保姆 丝毫没对我客气过 我还人生地不熟 就叫我去买菜 我也不懂得他们的口味 就叫我下厨做饭 最后 买菜差点迷路 做饭不符合他们口味 又迎来一大家子的嫌弃 我来的目的就是来伺候孙子的 可亲家和儿媳却不让我接触 尤其是亲家母 我才来没两天 就跟我交代 我就负责家务事 儿媳和孩子的事我别管 不用我照顾孙子 但我抱抱总可以吧 结果亲家母也不肯 好几次我想去抱孙子 亲家母都说小孩骨头软 我不会抱 又说我到处转悠了 有细菌和病毒 我明着抱不了孙子 那我就偷偷地趁着他们睡午觉的时候进去抱 谁知 就在儿媳出月子的那天 我偷偷抱孩子时 被儿媳抓了现行 然后他们就把房门反锁 不让我进了 而过了没几天 孩子突然发烧了 亲家母和儿媳找都没找原因 就直接说 肯定就是我不干不净 抱了孙子才这样的 又说是我们做的饭菜太热气 儿媳吃了 导致孙子也上火发烧了 总之什么原因都往我身上推 儿子下班回来 啥也不问 就冲着我甩脸色 我那时候很委屈 想解释给儿子听的 可儿子却听了亲家和儿媳的话 直接把我拉到一边责怪了一番 妈 我看你还是回老家去吧 你来了之后 这个家都闹腾什么样了 小珍 我儿媳 天天跟我嚷嚷你的事 我都快保不住你了 所以 我这边也用不着你 你还是回家去把儿子的话 就像一根根针 扎进了我的心窝 很失望 也很心寒 但也不是这番话就打击到了我 我在儿子家这一个月的生活里 早就发现了 我从前那个懂事的儿子 已经成了别人家的儿子了 每天他都向着儿媳和亲家母 不管有啥问题 都是我的不对 虽然说 亲家过去在事业上 帮了我儿子 然后儿媳养胎生娃 他们功劳付出也很多 儿子理应感恩他们 但我也付出很大呀 为了儿子我一直没有再婚 一个人供他读书 又为了他的婚事 掏空积蓄 还欠下这么多债款 但为啥儿子却不懂得感恩我呢? 儿子也是说到做到 孙子发伤后没几天 他就劝我回家去了 看见儿子坚决的态度 和那天很无情的话 我也没有跟他僵着 收拾了行李 买了最早的高铁票 就走了 虽然我知道 儿子本性不坏 但是 我再也不想为他付出了 觉得余生我还是要好好爱自己才对 回家路上 我就做出了一个决定 找个男人再婚 然后好好度过余生 不再操心儿子的事了 我只是在这里 因为最后经历了